第一個層次處理生命 有些人都沒有處理生命 或是侍奉了很多年都沒有處理生命 因為覺得重要、不需要 但我覺得第一就是處理生命的問題 不讓情緒影響、負面影響 不讓人影響、不讓困難影響 下一個層次 其實應該是第一個層次 就是同神的關係 同神的關係越來越強烈 也在很多人來說 是沒有這個觀念 進入一個強烈的神的同在 就像薩摩爾那些先知門徒 他們每天都在受感說話 又在樹而言 在一個聖靈充滿的狀態 以至蘇羅一去到馬上就受感說話 就是這個神的強烈的同在 我們盡量整天都留在這個狀態 我自己都盡量在一邊 一邊走路 一邊感謝耶穌哈利路 一邊相信神愛自己 而一發覺有些負面的事 就馬上告訴自己 神在愛我的 使用我的 祝福我的 提醒我的 當我發覺 我在這種處理方式的時候 我發覺有很多人不是這樣的 他們會這樣 例如有人不好 他們就會生氣 他們就會生氣 他們經常幫忙 都不聽話 又說這種話 又這樣說 就很生氣 因為他們不知道要對付什麼 都沒有頭髓 人不好當然是生氣 這是很多人的思想 人不好當然是生氣 事情困難當然是生氣 就會有這種負面思想模式 而不知道受影響 當我們知道神的同在 和處理生命 下一步就是 侍奉的智慧 當我們越幫助人多 我們就越有智慧 如何幫助人 首先我們先幫助自己 當我們試過被人激 我們如何處理 試過低層如何處理 試過沒有力量 如何處理 試過幫助人幫不到 如何處理 幫助人幫不到 第一 我們就說 所求於管家的事 要他有忠心 波羅多禪書四章二節 就說 我是忠心的 就算他不改變 是他的責任 我不用背著重担 我可以輕省的 這時候 心就會鬆 就不會有重担 而去找出求神 給我們聰明智慧 如何去幫助這個人 因為如果 事奉的時候 果效不強 也有很多人 就沒有力量 就覺得 做不到事 沒有果效 就灰心了 想放棄了 可惜很多人都說 想放棄了 不想再做下去了 這就是被魔鬼留定寶 有智慧 有受訓練 這一定要有很多操練 我現在來說 事實上 我操練的機會 真的有很多很多 我就想分裂給你們 不過可惜 有些人又未必說 有些人幫你 他未必製 那些人找我 就很多 整天都有人找我 那這個是 你們都可以製造的機會 你周圍的人 你嘗試去做 如果他說OK 可以錄音 可以聽回來 就可以學習 那你自己都可以聽回來 你自己聽回來 咦?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話 為什麼當時我給他影響呢? 這個智慧 另一步就是信心 信心的相反就是 缺乏信心 灰心 失望 有很多人侍奉 都是這樣 就是覺得 人們不改變 就好像很困難 侍奉的路很困難 很難提升他們 好像沒什麼出路 那這些是怎樣來呢? 其實我們怎樣幫到自己提升 我們幫到自己怎樣提升 同樣幫到別人提升 就是這個就是鑰匙 我們必定要試過幫自己提升 然後我們就可以幫到別人提升 亦都在幫人的時候 發覺 其實人之不同各與其面 有些人不太願意 如果我們是一個很逼切 很肯處理生命的人 我們提升就會快 但有些人就不肯 就是經常都不肯 沒有這個動力 這樣的時候你提升到他 就更加困難 這個也是事奉裡面 其實每個人不同的質素 有些人提升得很快 那些很快的 我們是應該放更多注力 這個就是將來可以成為領袖 它影響人更多 它不一定要上台的領袖 總之它影響人的就是一些 這些人是更加給神使用 聖經也說到有不同的 有些就是三十倍、六十倍、八倍 就是每一個人的生命 願意給神提升的程度 我們第一學到 看到一個人有質素 這個特別提升 有些人沒有那麼強的質素 依然繼續提升 有些人質素很弱 依然給他影響 依然繼續提升 就是我們分辨到 而有信心 人總有聽神話的 雖然有些不聽話 但是總有提升的機會 例如我最近一次去宣教的時候 我幫了一群基督徒 我跟他們談的時候 我說你們對於耶穌怎麼想 我都很驚奇 他們很多人都說 祈禱很有幫助 就是他們跟神的關係都有好的程度 然後我說你們有沒有傳呼 他說有 那一刻各有不同 但是那個傳導人就跟我說 他說這群是寶寶來的 我聽到也挺驚奇的 可能在很多地方他們是寶寶 也有很多不成長 也可能他覺得他們有很多問題 事實上我知道他們有很多問題 他有什麼問題呢 負面情緒 人與人相處不好 總之時事有碰撞 就令到這個傳導人很激起 令到他很困難 那時候我就看到 那群人有他的長處 不過也有他的短處 他們也有心 那我就想輕起他們 那我發覺他們不是這麼寶寶 他們處理生命可能是寶寶 因為很多人是這樣的 有發脾氣、猛疹、說話很粗暴 這個是他們不懂得處理 那看上來這部分就是寶寶 但是另一部分 他們又覺得喜歡親近神 和想給神用 就仍然有 所以兩樣一樣有 那我分辨到的時候 我就會在他生命裡幫他 同時也告訴他 你可以做到的 如果我繼續跟進他們 我就會說 你們有誰傳到福音的 請你回來回報 說回你的實際情況 帶個人回來 大家一起幫他 在這個過程中 又教導他們怎樣去處理生命 這樣他就慢慢看到 咦?我們有生命可以提升 也可以幫人有生命提升 這就是對症下藥 還有信心 就算人們不聽話 就算有困難 不要緊的 可以衝破到的 這就是一步步的提升 那再去 就是說還有什麼可以去呢? 就是我們裡面有一個火熱的靈 一個火熱的靈 一個火熱的靈是怎樣呢? 無論是說話 分享 領敬拜 都讓我們有一個自由火熱的靈湧出來 在心裡都很憎成和神 有親密的關係 神你真是好 在你裡面真是享受 都很希望每個人一起享受 在這個火熱的狀態 人們就更加容易受影響 容易受影響的時候 他們就一步步提升 有些人就說 很難 衝出那種障礙 很放 很難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有多願意放下自己 由處理生命開始 親近神 能夠不給人影響 有智慧去幫人 全部都是要釘死自己 如果不釘死自己 全部都做不到 就是自我受人影響 我就做不到 因為就會一路負面下去了 在親近神也不能夠放 聖靈充滿又不會強 在分享的時候 又不放又是影響力不大 我都曾經教過不同的港道學 的課程 我發覺在很多的學生之中 其實他們有很多已經做開的 有些是做過事奉 然後他就去繼續進修 但我發覺很多人出來說話的時候 你很容易看到 就是為一個沒有經驗的人 或者沒有這種 聖靈的能力 活力 這樣出來說 第一緊張 緊 不自由 沒有這種活力 不能夠隨機應變 是好像注目在自己身上 以及不肯放 其實我很簡單 就是 動腰骨 說話的時候 動腰骨好像我現在坐在那裡 其實坐在那裡是難得動腰骨 但我依然 習慣身體 心靈的感受就影響身體了 但是 很多人都不肯放 因為 你們 愛神 聽神話 只是手動 身體很難動 所以 你們有空練習 就像你這樣練習 練習 就會成為一個 second nature 以及裡面的火焰湧出來 哇 耶穌真是好 阿里奈耶穌 阿里奈耶穌 其實我也是從不習慣開始的 從不習慣開始 慢慢 後來 其實我 講講我進步的情況 我就試過在一些宣教的情況 就很放 其實初頭沒有 但我後來想回 在一些 恩高聚會裡面 有些領的人很放 我就試一下好摺他們這樣放 發覺做到 但回來後 發覺那些人不太反應 那些人沒有什麼反應 所以 於是就回復我以前的方式 因為那些不太反應 去到宣教後 有些很好反應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我回來會這樣呢 於是我就去問自己 以及留意我可以怎麼做 試一下放些 我都發覺的確有影響 譬如有些 教會去到 那些人就會 那些人就會 怎樣呢 就是半睡狀態 哈哈哈哈 哀吼狀態 沒有什麼反應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真的難的 所以我要額外的衝力 當人有回應 所以我經常都看人的眼 每一個眼睛 我都看 當人有反應 其實我好像跟你說話 跟你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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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每一個說話 個別這樣看 當我個別看的時候 那些有些地方 我講到我也會 我們現在一起起床 其實有人在合併眼 哈哈哈哈 或者我們一起開眼 哈哈哈哈 拍一拍隔離一個 之類 有時就是沒事的 有時就是這種情況 也有時我會明不明說 我說我們聽到的 尊重神 就沒有黑鳴眼 黑鳴眼越來越迷糊 就是很難 越來越專心 那我就問自己 我怎樣可以進入這種狀態 還有當我去一次 很強烈釋放 我又在這些不太放的地方 我又嘗試調自己更加釋放 這個是我提及的 還有彈琴也是的 我試過彈琴 有一次我彈了半天 其實我之前經常都有彈 很長時間 因為當時我事奉 做青少年工作 就是當時我學琴 當時我都一個星期十三個聚會 有大部分我主令 但是我多謝神 讓我很快預備 材料 我看到經文 我已經懂得怎樣說 我裡面已經有很多經文 儲存在我心裡 所以我在預備上是快的 我快就有空 又早到晚 沒有人就在那裡練琴 最近的三年 有一次因為要幫王全道配搭彈琴 我拿了一些他喜歡的歌曲去彈 我彈彈琴時 我愈彈愈放 我便說 為何這裡這麼放 我便留意 然後我回到一些情況 為何沒有這麼放 我便說 可不可以回到這個程度 我經常都會評估我自己 我經常看回我自己做的事 我放不放 人是否輕鬆 有沒有喜樂 有沒有信心 這樣的時候 我便一步步 處理生命 起碼 和神的關係 然後如何在事夢裡提升 我希望你聽完我說 都會說 我都很想是這樣 事實上我們會越來越擴展 越來越多地方 我們可以去短宣 將來有些我們多的時候 可以分開不同的人 可以去靈略、去分享 你去分享的時候 但是你預備好自己 你還沒預備好 別人讓我們去說 他說 不太好 不再請我們 所以我們一定要預備好我們的心 和我們的質素 所以希望大家很放 包括聖年充滿 也是 聖年充滿就是靈好放 靈好放 我還記得有一次 在一個地方 我做了聖靈聚會有一個年多的時間 我都有幾個地方 有做聖靈聚會很長的時間 有一次有一個人跟我說 有一次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 我很想像他們這麼喜樂 我有一天就有一個這樣的意念 因為我看到那些人 其實我留意我自己有時候會動 你試一下動 試一下放些 其實動的身體本身 並不會幫助聖年充滿 而是動的時候 心靈鬆了 我就叫他們 各個一起動 他們就各個一起動 在動的時候 很多個都起落 但那個問我那個 從那天開始就失蹤了 他說 我覺得很難以接受 自己笑到這樣 他是很想的 但當他去到那個狀況 他又接受不了 這就是心靈不能夠接受 人脸看我 其中一件事是 事奉和生命 就是人脸看我 我介不介意 其實作為牧師 很多人會說 牧師不行 一定要有一個形象 有時候我帶人去聚會 有些聖年充滿聚會 我自己一樣躺在地下 一樣在笑 一樣在震 我都不介意 我所謂他不喜歡 就由他不喜歡 就是他的問題 關我的事 我們的心就放了 放的時候 你去得盡一點 我發覺也是 帶領聚會 就算我現在這一陣子說話 你都感受到我 裡面好像有勇出來 有一種力勇出來 我希望你 我們事實上很難找機會 給你們各個分享 因為你練習的時候 每個人都坐在聽 一人說 提升到那個程度 有時候會很辛苦 那你怎樣 找一個人 一個或兩個 三個 好朋友 你跟他分享 你自己錄了他 放一點 放一點的時候 當你將來做得到 讓我聽 這麼好 來這裡做 那個質素就可以提升 無論你領敬拜 或者你領分享 或者說訊息 或者為人討告 都是一種好放的狀態 我為人討告也是一樣的 我提醒自己 不要計較他有沒有經歷 不要計較他怎樣經歷 不要計較他緊不緊 我就是自己好放 阿里雷啊 感謝耶穌 自己用出來 又帶他這樣做 就看著他改變 我們前不久 我和Mandy 去服侍一個傳導人 他也看著他 其實他也是一個 不是很釋放的狀態 但在聖靈裡面 就看下去了 然後他就釋放 然後他又見到儀仗 神就讓他看到 之前他也有看的 不過很久都沒有見到儀仗 那他人就鬆 就是輕散 就是我的輕散 就是帶動他的輕散 所以在這一陣子 我是會 因為我很想我們更快 能夠更多人為人按手見到 第一就是處理生命 那你快點做功課 你那份東西要交了 我們記錄下 有一份東西是記錄你 你起碼對於侍奉的心態 我希望你不要寫理想的 就是不要寫保羅的侍奉心態 是寫你的侍奉心態 你實際上是怎樣 你實際上有什麼處理 你說出來 我們可以幫你 有些人就說 說出來很醜 我不要說了 就變成你經常留在那個狀態 你提升不到 但你願意說出來 不要緊的 因為我是給人機會 我也不會把你放在黑名單 我是很深信的一件事 就是一個人 無論他多軟弱 總之他肯聽話 他會逐步提升 所以我不會說 說了你這麼難 以後我都不讓你做 我不會這樣的 如果我這樣做 神要追討我 這個人我有計劃 你不讓他發揮 是你難了 我的計劃 我自己做不到神 所以我不會任何一個 當你有問題的時候 我會幫助你 但當然有問題的時候 如果輕量問題是可以的 但如果重量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不釋放你 但希望你不要介意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問題的時候 譬如傳遞你的情緒 給那個受助者的時候 就影響他 他又會說 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都會說 沒有人為我祈禱 然後我就不舒服了 這樣的時候 他就以為 我們的課程很污衛 很隨意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 保持一個質素 但大家又沒有一種壓力 你越輕鬆 質素就越提升 你越緊張 質素就越不提升 所以在這一陣子 祈禱的時候 放鬆了 不要緊 放下自我 你好像幫自己 我用一個圖畫 譬如有一個人 他告訴你 如何軟弱 如何困難 當你聽完他說 你當然會說 不難而已 就可以了 當是別人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什麼困難 這個情況 很多人都是這樣 他們都提升 我們就會覺得很容易 但當這個是我們自己的時候 就會說 不行了 做不到的 哎呀 我不行的 我不能放的 我們就會有這樣的意念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幫自己 好像幫自己 你自己是另一個人 你這樣 你以為你裡面有兩個人 這個不是精神分裂 一個是Manager 一個管家 另一個就是一個小孩 這個管家 就帶你這個小孩 可以不可以稱為小孩 和子公主 你可以提升 你自己告訴自己 就是你一個管家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人都會自己 跟裡面的我講話 不用怕 好像神透過你說 不用怕 放膽去傳呼聲 但是有另一個聲音 就說 很醜 不行的 這是另一個聲音 但你說 不要緊的 可以去做的 其實我們裡面有神的意念 的聲音 也有魔鬼意念的聲音 你有自己 這個自己 聽不聽神的聲音 又是聽魔鬼的聲音 你自己就經常 給一些正面的意念 游到裡面 而很多人就誤會了 這個負面的聲音 當了是自己 就是說 我不開心 怎麼做到 我不想做 這個是他那個負面的聲音 那負面的聲音 他敢對我 這麼久都敢對我 這些負面的聲音 他就當正這個是真理 這樣的時候 他就繼續受這個意念 所以我們要 有這個正面的聲音 我經常都在堂上 經常都說 神愛我們的 神看錯我們的 那你就告訴自己 神很愛你的 就跟自己說 你這個管家 跟你自己去說話 聽神的話 這樣的時候 其實 我們這個好管家 其實都挺好的 Level都挺高 你想想 這個負面的聲音 那個Level都很低 我們有這個 裡面很低的聲音 然後我們有這個 正面的聲音 Level 就是這個高Level 這個正面的聲音 大家有沒有發覺這個聲音 有時候提醒自己 不要聽神話 親日神 有的 這個也挺高 是吧 很強力的 對 也很強力的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聖靈裡面的聲音 就是說如果你跟到這個聲音 都很厲害 但我們看到就跟到這個聲音 所以當你分辨到 我們裡面 原來有不同的聲音 很多人經常覺得 唉 今天也是不行的了 唉 請問全夫 有沒有過效 就是這些 就是這個負面的聲音 在裡面 我們正面的聲音 你就說 你去問神 有什麼正面的聲音 我自己也試過 全夫 沒有什麼反應 一傳言 我為什麼 神喜歡我的 我這樣跟自己說 到一天審判的神 神就會說 有一個人不聽我們 他到神的審判 沒有聽 神就說 我的仆人已經向你說了 不過你沒有聽 就會跟我們說 你做得很好 所以我就告訴自己 你做得很好 雖然他不聽 但你做得好 但我們仍然努力 就不要說 我們做得好算了 你能否得救你的事 就不是這樣 而是真的關心他 但當他不聽話 仍然放手 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的 希望今天在我們一起祈禱 我今天會用長時間去為大家祈禱 亦都你為我祈禱 為人和Mandy 感受在你身上的聖靈力量 我們盡快去釋放更多人去為人祈禱 而且你要做好功課 一個就是填表 第二個就是你寫自己處理生命 即是實際如何處理 這是為了你的 不是為了我的 其實 譬如你寫得很少 那你說 我不要把我的問題寫出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又很難幫你 而且你也很難提升到自己 但是你真的處理的時候 你就會逐步提升 你越有經驗 其實我看到你所寫的 越是真實 我越是覺得你的分享 可以要來教導 因為你裡面能夠說出一些真實的情況 而且有些人為何說話和寫話 為何有些人為何那麼容易看 又不容易聽 就是他很真實 譬如有些人說 我以前發生氣 現在不發生氣 我以前罵人 現在不罵人 我以前不罵人 我以前不罵人 現在不罵人 你聽完 即是不覺得很真實 但如果他說出他裡面的掙扎 以前我如何生氣人 但我裡面有一種聲音說 他是神所愛的 我為何要生氣他 一直自己怎樣處理 但處理後 那些憤怒又走出來 就一直告訴我 我是可以祝福他的 他是很寶貴的 其實他也受了很多傷害 所以我能夠看出他 然後我們就處理裡面 一直處理的時候 當你能夠把這個過程說出來 你不單止分享有能力 你寫的東西也有能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嘗試這樣做 會被說出來 你要是拚命 我應該會想做 你一句話 你平常好 你香港人 我應該會想做 你一句話 你不想做 你不要太太 我應該會想做 你再跟我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